恩典36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耶稣为我们的祷告 祂为我们祷告有一个靠祂而有的喜乐的心 喜乐的心 是力量 会靠耶华而得的喜乐 成为我们的力量 祂帮助我们 不是离群所居 但是却能够脱离那恶者 祂帮助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 祂帮助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力量 去过分别为圣的生活 而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说 耶稣为我们的祷告 还有一样就是说 祂说天父上帝怎么猜浅了耶稣来到世上 照样 祂也差遣许许多多像你这样跟随主的人 一个基督徒 祂也一样差遣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你知道耶稣为我们的祷告是一个蒙昭的人生 上帝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差遣 有一个托付 有一个祂要我们去做的事情 你知道这件事情对我们多重要吗 当你知道神对你有计划 祂为你量身定做了一个人生 是特别为你 好像一个演员 祂为你写了一个剧本 这个剧本是专门为你设计 只有你能够去把这个角色演好了 因为这个角色是特别为你写的 你知道上帝是这么看重我们吗 祂对你的生命有一个计划 祂对你有一个期待 祂有一个任务 我小的时候书念得很坏 所以我高中 高一高二高三 我念高又留级又重考 念了高五 然后我还没有毕业证书 所以老实说没有关系 你这样的考不上大学 没关系你再回来再念高六 人家高中三年 我要念六年 我觉得我的人生怎么搞成这样 因为做什么都不对 身体很烂 数学很烂 英文很烂 功课很烂 物理很烂 化学很烂 没有一样 每天去上学都很烦恼 因为觉得 我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 我这辈子要干什么呢 我去念书 反正我就是不会 我坐在教室里面 我从来没听懂过 你知道那种 你觉得你是 你是一个很糟糕的人 你是一个没有指望的人 你是一个做什么都不对劲的人 每一天去上课都非常痛苦 后来我在高三的时候 学校办一次辩论比赛 那个辩论比赛 我竟然拿第一名 拿第一名 然后呢 后来我就代表学校 要去跟其他几个 几个高中一起来比赛 哇 你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每天去学校都很有力量 因为我发现 有一件事情我做得好 而且是学校托付我去的 学校跟我们讲我们有三个男校 三个女校都是前三名的学校 学校跟我们讲说 你不可以丢脸哦 你们这次出去 你是我们学校第一名哦 你是出去 一定要拿到尽量 拿到最好的成绩 哇你知道 我每一天去学校都非常有力量 因为我发现学校对我有期待 学校对我有一个托付 学校要我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突然觉得我的一生 不是做什么都不行的 我是有价值的 后来我真的就拿了 那个全台湾的冠军 但是你知道 我觉得更美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当我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生 我发现 不只是学校对我的期待 是这位万王之王 万祖之祖对我有期待 我每一天过日子都不一样 我也要对你说 你要看重你自己 他对你有期待 他对你的人生有一个托付 有一个任务交代给你 你要认真地去过 因为他不是世上人 他是万王之王 对你的一生有期待